今年卓西乡公所承办 原住民部落讲故事 短片的争选竞赛 看见了各乡镇市 所拍摄的影片 相当的感动 乡长吕碧贤表示 明年乡公所自己来办理 透过乡内的族人视野 来说自己部落的故事 原住民族委员会 委托各乡镇办理 原住民部落讲故事 短片的争选竞赛 一录影方式 透过部落人士的访谈跟拍摄 优先呈现部落传统名称的由来 借此阐述部落变迁 文化典故以及意义 足以传达部落名称 或部落发展的故事 我们卓西乡公所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 我们应该要鼓励年轻人 或者是有学过这方面 影响的制作的 那我们希望他们把自己回来 把自己的部落的故事 把它用他们所学过的技巧 今年卓西乡公所承办原住民部落讲故事短片的争选竞赛 看见各乡镇所拍摄的影片相当感动 乡长李毕贤表示 明年乡公所自己来办理 透过乡内的族人视野 来说自己部落的故事 我们公所在6月份再办理层 6月份我想让大家都马上就开始 按照刚才他们这样的来改进 然后我们希望把部落的梅 把部落的声音 把部落的文化或者失去的 把它找回来 我想那个都是最重要 乡长说这是一个推广部落文化 以及记录保存部落文化最好的方式 培养部落族人自己记录 不仅将故事保留 更能透过受访者足以表达 达到语言保存 明年将会在6月份来办理摄影比赛 希望卓西乡内的族人踊跃报名来参加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 采访报道